昨天大家如果有參與的人 可能已經經歷了一個儀式跟一個討論 那我們今天開始是從這個道教口述史這個計畫開始 做兩天的一個工作方 那這個是我們道教週的第二個節目 那在這個口述史的這個工作方裡面 其實大家可能已經留意到了 因為我們這個計畫是現在通過政治大學 就是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學校 它的一個倫理審查機制 那所以這個倫理審查通過這個倫理審查後 它裡面有相關的很多很繁瑣的規定 其中的一個規定就是 現在做了調查的成員的資料不得外流 就是不能夠流通 到計畫完成以前是不能夠做流通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工作方裡面呢 基於它這項規定 它還有做一個連續性的規定 比方說不得攝影 就是說成員在做報告的時候 你不能去拍 不能做攝影 那也不能錄音 等等這些規定 這個是可能要麻煩大家遵守一下 這個我們也對這個也很感到困擾 因為邀請來的有一些是外賓 那有一些是朋友們 可是基於學校的這項規定 我們可能等一下 林振元會跟大家講的更詳細一點 就是基於這項規定 我們可能有這個不情之情 請大家見諒一下 那我們今天工作方的形式呢 其實採用的形式是有些成員們 已經在大陸做了一些調查 所以他們會做一些調查的報告 那有一些還在進行 有一些可能還有一些計畫 或者是proposal 所以我們這個有點是像 這個計畫前期開始的時候的一個 大家坐下來討論的一個工作方 就是有些已經做了 那他遇到什麼困難 那他碰到什麼問題 那有些還沒做的 他計畫怎麼做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大家互相了解一下 交流一下經驗 然後大家也更凝聚一下 說我們這個計畫 到底最終想要展現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工作方是在這個 這個前提之下建立的 那我們這一次呢 特別邀請兩位重量級的這個 前輩們來給我們做一個指導 這些都是做田野調查 經驗非常豐富 而且可能在道教界裡面 或者是佛教界裡面 都享有很大的盛慾 那我們今天早上先邀請這個李楓茂老師 他長年的在大陸以及台灣 還有東南亞各地做了田野調查 那他今天為我們演講的專題是 這個問道魚野 我的田野調查經驗 那第一場是由李老師 第二場是由唐偉倫老師 我們先熱烈歡迎李老師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以為是在刪這樣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以為是在刪這樣 我到前面 我自己是超好 比較好控制 我會控制時間 大家早 我這個題目的方向 其實我是看到了整個的安排 有文雄他要做那個口述歷史跟這個電影調查的部分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調整 我想我們兩個人都是老朋友 我們次相的那個呼應 我的主題後來我做調整 就是把那個進一步的口述歷史跟調查 怎麼去運用的經驗來跟大家共同分享 那麼問道育也就是說我們做研究 過去的道教學大部分都是靠著道帳 就一步道帳就走天下 但是我覺得那個實際已經過了 從我年輕的時候到現在 光是靠一步道帳做研究的實際已經過了 我覺得市委跟政遠他們這個計畫 事實上就是要結合進一步的把道帳的計畫 我跟這個田野來做進一步的結合 所以我覺得問道與爺 這個爺既是田野也是李舍爾求租爺的這個爺 那麼道教研究其實他有一些相關問題 特別是這一次的問題面 其實提到了幾個關鍵問題 第一個是調查呢 本來應該是以地方道坦作為它的這個中心 但事實上呢也不僅限於此 那麼如果以台灣的經驗的話呢 主要的大概就是正義領保跟產核 然後呢我們根據建的經驗再往大陸地區的這個地方道坦去擴張 早期我們第一波就是王秋貴教授跟勞工教授呢 我們大概都有共同的經驗 從台灣從馬來西亞的經驗 然後再回到大陸去做田野組 所以正義領保的建的經驗可以說是一個開端 那麼從這邊再進一步的去做連結 那麼第二個是有關於那個道廟 像這一次有關於這種所謂的 關於廟道廟的這個部分 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那麼道廟到底只是夏果廟或者是民間信仰 還是跟道教有什麼關係 這個這一次的議題面也會碰到 其實呢就是我們最近幾年一直在推廣的 所謂道法海涵的法 法的部分呢就是屬於法師 那個等一下市委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就會討論到 道廟裡面的道教跟實際的田野道教是有差距的 我上次說那個道教是一個被標準化純粹化的 但是在田野你會發現 除了純正的道教之外跟法師之間的 錯綜複雜的關係 我們到底怎麼面對 在台灣這個文武教授他常開玩笑說要寫一部法教史 可能是真的是可以寫一個小史 但是如果你大陸這麼廣 是不是可能會寫一個法教史 其實呢就是關於武士的問題 武士一般都把它當作一個獨立的 確實也是一個獨立的領域 但是我們不要忘掉了 哪一個道是不堅長幾種術 沒有術光是靠著上壇這樣的唱作是沒辦法行道的 所以這跟術術的關係到底要怎麼去分跡 那當然這種情形在台灣也碰到這個問題 在大陸的同行研究也碰到問題 就是所謂的同肌 靈肌跟軟堂 這種軟堂 我記得以前跟黎智蓮教授在聊天的時候呢 他對軟堂他完全不贊成 但是他在做了什麼呢這個急要的時候呢 他現在反過來必須要去正視軟堂問題 而所謂的真告一直到了什麼呢 一些所謂的子童的相關的東西 他到底真的是人寫的還是跟這個所謂的 類似像這個所謂的將爭啊有關係嗎 所以這個也是個問題 我們應該面對的 那單頂派那更不要講了 還有就是什麼呢 這個所謂道院 因為我們這次香港來的這些道長 他們本身是道院型的 而大陸現在也在發展出道院型的 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可以先基本歸納出這些基本的問題 那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呢 如何取捨 在前面所列舉的這項目當中 我們的這個調查範圍的大小跟廣俠 這個所謂的現在定義的廣俠問題 那麼這個大家通知的一般都是用了梁啟超的這個五個講法 一般的理解通常都是有時候會取狹義的 就是只有俘路派跟單頂派 事實上這個都是一個大分類啊 事實上從宋元以後啊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家宿 有很多的什麼呢 這個所謂的 佛教是一個教底下有宗 道教是什麼 有派 有派 那這個派到底應該怎麼去因應 所以我們如果看待很多的什麼派他要上家宿這樣的一種做法 而這個問題並沒有因為宋元以後就消失了 事實上都還是存在 這個從很多的道教的操本裡面 可以很具體的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第二個問題是道教研究 我們利用道障呢 我們要回歸到它的歷史脈絡 但是我們做當代的道教更應該要回到歷史脈絡 這個大概是從王秋輝 勞格文 我們在這一代大家都共同體論的 所以我們原來單純做了道障的道教 到最後我們都開拓出去 跟地方社會 跟地方的宗教生態去結合 這不是我們 原住人說你們是不是改變方向的 不是 因為我們必須要承認這個所謂的田野的現場 所以我們必須要什麼呢 回歸到歷史脈 而不是一個什麼呢 不能避免那個什麼呢 這個旁長 但是又不能太旁長 因為道障是個被標準化的 被純粹化的 所以我們做起來很好做 靠一部道障 很多人靠一部道障 就當作道教學者了 但是事實上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田野的現象呢 非常龐宅 非常龐宅 我們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不是說你把它純粹化就可以了 當然也有 在地方社會裡面也有很純粹的道障也有 但是更多的是它有很多的所謂錯綜合覆展的面向 所以我提出呢 我們不能孤立的觀察 這是我作為一個道教學者的前行大 我很有感觸的 如果是用道障的話 才很孤立的看問題 好像道教就什麼 突然間從歷史的什麼呢 歷史的現象當中突出的一樣 我絕不相信 也不相信 你看一件事裡面所記錄的現象 這些都是我們在碰到田野的時候呢 一定要面對的 那麼如果我們要取一個範圍的話呢 我會建議一個類似像這個所謂的同心圓的理論 我們不是說什麼都說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有一點限制 那麼我把它分成這幾個圈 這是根據目前正在發展中的這個趨勢 第一個是什麼呢 是核心圈 這些奏職的 受錄的 傳介的 我最近剛剛去茅山 茅山現在不但公關恢復了 他也要恢復 他也要受錄 他也要受錄 龍武山早就想恢復受錄了 所以不完美 所以這個 從開始奏職沒有錄到現在有錄 這才叫俯錄派 這是不可擋的趨勢 在台灣的道士現在要去標 你沒有奏職 不管是在哪裡奏職 你沒有那一通證書就是不能標 現在賣要求他要看你受錄 一定會這樣的 我預見將來你不能要做什麼要受錄 你沒有那個錄 他就是不給你標 這就是什麼呢 一個發展中的趨勢 我們做的調查是面對的一個歷史 一種所謂進行式的 那當然全真是有受錄的 這些戒指 第二個是認同圈 我把這些分雜的東西 稱為認同圈 道廟 道院等等 包括什麼素素 歷史當中 異明是在福建做了一些調查 他明明是呂山派 但是他去受錄 稱為養兵養 所以這個是事實 你不能說那個不算道教 那道教最後剩下的可能就很少了一個圈而已 所以就認同圈 第三種我稱為道童圈 這是我捏造的 所謂道童就是道童 道不童就不能為謀 那如果道童怎麼辦 我想了很久 稱為一個道童圈 譬如說法派啊 素素啊 卵堂啊等等 那麼這種複雜的關係 我們應該怎麼面對 其實我們從歷史實料可以發現 去隆武山受入的 很多都屬於道童圈的 並不是那麼純粹的 只有第一種的核心圈 那麼我們這個道童跟田蕾要怎麼配合 很坦白講 我作為那個台灣的 可以算是 應該算第一代吧 那麼我們都看得出來 過去的道教學的研究 特別是很 我很不客氣的要指出 國外的很多的道教研究 基本上都偏重歷史 考樹 或者是做一些田蕾的紀錄 這當然是應該的 因為它是要基礎工夫啊 基礎工夫 但是呢 如果永遠只停留在做歷史考樹跟做一個描述 而缺乏所謂的實務跟實踐的經驗 沒有這個practice的經驗 那個人以前 歐大臉教授提到了所謂的歷史 history test 經典 所以就是所謂的田蕾調查 我後來就加上了所謂的死殿 我這次到茅山 我發現這幾天經典他們通通拜師 都拜過師的 陶經他們都拜過師的 那沒有拜師很多 他沒辦法做 那更不要講像鄭遠他們這種所謂的 試傳的道士 道教永遠如果你不拜師 你永遠只能做了歷史研究 歷史考樹 經典文献的考樹 你不可以把進入核心圈 所有宗教都有它的教育的核心圈 有實踐的核心圈 然後很多道教學者說要不要放獨立 我們要中立 那你中立 你就只能做歷史考樹啊 所以這個是我提出來的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要不要去拜師 或者你怎麼做歷史研究 做歷史考樹 但是你做當代的怎麼可能只做歷史考樹 其實我們他們說道教是個民主動教 但是我跟道教團體的接觸 他們常常提出一個問題叫生活道教 學術圈裡面通常不重視生活道教 但是我覺得像士維超人這個團體 逐漸的發現生活道教 就是道教有時候是跟生活融在一起的 這個詞不是點 而是包 就是道教的存在 道教是難研究 是有時候它跟整個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 有時候不容易分的 所以生活道教這個詞 在西方的這種一神教的社會裡面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在中國因為 所謂的都聲宣法 哇 什麼聲音都有 所以大家不覺得 大家覺得什麼呢 為什麼會跟生活結合 但事實上就是生活道教 因為前面我總結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牽涉到說 這個道教的調查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基於這樣的經驗 我提出幾個所謂的大憂慮 就是牽涉到怎麼去團體跟轉型問題 那這次的市委他們推出這個非常有創意的這個計畫呢 就會談到那關於大陸的這個調查的經驗 我們都必須承認經歷過斷層 然後這中間的家傳制跟市售制是有斷層的現象 這次我們去湖北 正典帶著團隊 帶著知情人他們去麻省去做考察 事實上我們就 這個我沒有去啊 但是市售他們就發現 確實這裡面存在的一些隱憂 一些隱憂 它的操本問題 它的連唐突的問題 它的傳承問題 它跟地方的結婚問題 而這就是一個進行式的一個道教的現象 我們也看到了什麼呢 我們也去了武當山 去了茅山 他們現在什麼呢 要設學院 我們去參觀的 我們這個團隊去參觀的這個道教學院 那個是會長 李會長非常積極在支持的 我們也去 這次我也去了解的這個上海的道教學院 他們的辦法都出來 我覺得大陸這點非常有創意 它大教學院可以跟大學來結合 我們在台灣 要不然就是走市立大學的 像虎大的這樣的路數的 所以呢 我們連結合都沒有想過 最近高雄師範大學通過教育部的這個 我就說你不可能單獨搞 你必須要結合 兩方面各有資源 只有你分開兩人 你怎麼搞 你大陸這樣 你怎麼搞起來 我覺得我看得出來 那個上海大教學院呢 他們要用聯合的方式來做 為什麼 人才的事跡 你沒有人才 講恢復 那是假的 而且這人才 靠過去的這個家傳是已經不夠了 靠了私收制也不足 必須要什麼呢 跟學院結合 所以這個都是當前我們碰到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 我們這次去年很感受到的所謂 中華這個虛道帳的問題 最近我連續跟他們都有一些接觸 他們現在正在大張旗鼓的展開 那麼這裡頭當然這個大集成啊 當然呢 碰到很多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貢獻的問題 很多的實際存在的問題 那麼所謂的盛世修長講起來是一個很榮耀的事情 但是這中間要怎麼來啟動 我相信這個問題正在浮現出來 早期修中華道帳的時候呢 可以說是一個整編型跟補充型 但是這個中華續道帳 絕對是整個 我們跟我們目前在做的道法海涵一樣 是一個年輕一直到近代的道教史的 所謂的重構的一個過程 我想大家都知道 過去的道教史的寫作 無論這哪一個地方出現的道教史都會說 明清實體是什麼僵化啦 停滯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沒有道正可以用啊 沒有道正可以用啊 當然就變空白嘛 對不對 現在才發現 田野當中這麼多的什麼呢 保留這麼多的操本 甚至原來保留很多實踐的經驗 這個才是中華續道帳的 如果你甚至要修的帳 就是這種帳 所以年輕道教史必然重新 我對於世維他們的都市維 一直催他們 不能倒是停留在衛建南北打 一定要什麼呢 很快的過渡到宋元以後 宋元明以後 為什麼 這是未來的趨勢 這未來的趨勢 這一種包括日本已經有警局了 未來的趨勢 你必須要把整個什麼呢 時間的位移到明清 我覺得視為這個計畫寄以後望就是 這是未來的 掌握的所謂的道教研究的化岩泉的一個 卑無他土 唯一的一條路 你只有這樣走才能夠有化岩泉 我在車上跟這人講 我說你這樣做了 你有一天你就有化岩泉 或者你就只能停留在道教室的化岩泉 道正的化岩泉 其實呢 這個大陸呢 面對著所謂的世界宗教進入的競爭 這一點我們這邊很多的大陸來的年輕的朋友 感動深受 就是你面對這競爭 道教怎麼能夠與時俱變 還不夠 與時俱進 一個宗教如果見不起這樣的一個環境的衝擊 這個宗教會從歷史當中衰弱 道教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我跟理會長跟副會長 大家在談的時候 大家都關心這個大問題 所謂的樣子來跟世界去回應 也就是面對著全球化跟國際化的問題 我想這一點在調查當中 他們問問題都會觸及到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 我們回到台灣 這個台灣也同樣的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只是因為台灣相對來講 這個比較的開放 這個宗教會比較開放 所以這個問題通常就不太去考慮 事實上這個問題還是存在的 台灣也是有同一個問題 台灣的法判 這個問題嚴重性比道教還更嚴重 因為過去的整個的機制已經被破壞了 我這樣想 靠著吳教授一個人 要撐起這個法派的歷史的重共 我相信這個非常辛苦 所以這些都是存在的問題 我覺得都是有隱憂 然後道教如何跟其他的素素信仰等等去結合 所以我相信目前進行中的 這個道教的這個恢復的記錄的經驗 這為什麼呢 讓我們有一個比較更具體的一個了解 那麼下面我就要談到幾個大問題 我自己一個長期的靠道教吃飯的人 我這個必須要提出一些大問題 這大問題其實很多人也有共同的感覺 一個是所謂的道風跟 嘲諷跟道風的問題 關神提出那個標準化 不只是適用於天后 道教一樣的碰到這個所謂的Standition的問題 只是道教一直沒有自覺 因為道教這樣不行完理論 很多問題就掩蓋下去了 但是人類學院其實問題我們要回過頭來檢討 道教的神奇有沒有Standition的這個問題 那麼一般來講過去我們注意都是朝風 因為所有的皇帝都有什麼赤風 有壘風等等 現在兩岸的宗教局內政部基本上不適合介入 也不宜介入 也不方便介入 但是民間的問題事實上存在 我這次去看到那個淘金秀出來一張 那個我也看過了 這是在應該在紐約博物館裡面的一個朝 一個風神的記錄 在歷史上有風神的記錄 一個神奇如果他不是朝頂赤風 而要透過龍武山授風 他有一套 但是在台灣 這個傳統斷節 我跟大家會這麼熟 我只知道他們會去登記 但是從來沒有聽過說要封 那大陸一段時間斷整更不必講 不過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找我 包括最近的我們穆詐的保育尊王 這個安公輝 他們很困擾 他說我們的尊王一直都停留在往的這個身份 但是現在很多聲音說 我們的尊王身份要提升 後來一問有這樣的講法還不少 有這個想法的這些所謂的教育會 你不要以教育會只是吃喝喝 他們碰到這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什麼呢 台灣的內政部不敢插手 大教會沒有能力解決 他們說以前都有赤風啊 一段時間裡面他就要封啊 下面都沒有封啊 然後靠民間的所謂的零基的基壇 就可以解決嗎 這個問題在台灣出現 大陸有出現嗎 沒有出現嗎 真的沒有出現嗎 這就是問題 換句話說 帝制眾國結束以後 這個風的體制 朝風體制斷絕 道風體制也斷絕 然後這個神永遠就停留在那邊 你不可能永遠都是只有一個什麼的天后跟什麼官帝啊 很多神他會問啊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都不能生 不能生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最少有七八次他們打電話到家裡說 你們要是我們怎麼辦啊 我們很多的消息他們的消息比我們明通啊 他們的訊息場比我們明通啊 他說他們神要求要升格 我說抱歉啊 這個我真的是沒有好好研究這個問題 不過我知道歷史上是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啊 大陸會碰到 一定會碰到 我跟我說喊預言 然後過去呢 這個天師傅有這個道風制 跟道士一樣的 他一樣的什麼呢 戴箱搖寇 一樣有 這個圖券就公開了 現在已經公開了 陶娟都拿到手了 陶娟說 欸 導師 估計也要道教會呢 這個所謂龍虎山呢 也可以封神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啊 我說你去問宗教局 這個問題我覺得會存在 這叫道風制 道風制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情況啊 其實我們不能夠迴避 學者不是一個議員家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在座的諸位 這位華人的道教學者 你沒辦法完全免疫這樣的情形 你不能說 我是外國人 我是外國人 然後那個是你們的事情 我是學者 我是中立的 如果你像我這樣 被人家問了七八次以後 你就會覺得說 欸 好像我不應該 僅止於作為一個學者為滿足 那你就碰到問怎麼辦 這是一個很實際問題 最少我是碰到這個問題 然後道教所重奉的這個神起神徒 還有我們所謂的什麼徒族 各種徒族 川族這一種的 那麼過去仰濫藏天師來刺風 然後什麼現在的這個地方怎麼辦 我們上一集裡面就有這個 就整理了一些教 這一次呢 黃世維又整理了 關聯這個諸神教的問題 這一次他們去麻省 特別資訓非常辛苦 因為他們想去了解 為什麼叫什麼教什麼教 台灣從來沒有聽過 我都跑遍台灣的大大小小的廟 我認識的有夠多了 他們只會開 譬如說馬祖先休聖誕的時候 那個馬祖什麼什麼法會 現在很多流行法會 我的法會這個名詞明明是佛教用的名詞 什麼道教真的也叫法會 但是呢 大陸稱為叫某某教 在馬祖都有 這次資訓又爭議出很多的 什麼什麼教什麼教 所以這種諸神教 記得有諸神教 當然什麼呢 表示什麼呢 道教不是自覺以這樣的民間的 這種所謂的土屬境 因為道是在當地呢 必須會接受委託 就好像什麼呢 好像我們很多的 台灣的地方道坦一樣的 人家一個廟 他什麼呢 他說這個我們有活動的 你看桃園的那個什麼土地公 土地公要來要什麼 要這個所謂的春秋二季啊 是不是你們可以來做儀式啊 我們現在就什麼叫做法會 所以這很嚴肅的問題 很嚴肅問題 那麼我覺得大陸呢 現在在恢復當中 是我們真的注意的 所以第一個事實呢 很基本問題 因為我是做總結性的 所以這一個所謂的赤豐的制度 我們怎麼面對的 我們不能只是說去做客觀的描述 我們要面對這個現象 發現裡面存在的問題 台灣已經出現這個問題了 我相信大陸也很快的就會碰到這問題 民間的像火廟 你永遠只把達拉當作像火廟嗎 對不對 這個問題都會存在 第二個 為什麼我說他是生活道教 我舉個例子 這是我過去做過研究 所以做一個例子 我開始碰到很多很多那個道壇道士 我台灣現在有四大好幾個天師 我碰到這個時候問他們的時候 開始他們都說 那我問問五營是什麼法派的 還是法派的 事實上什麼呢 五營是道教的 九甲不歸 九甲不歸 我不相信我做了一個歷史的考察 在我之後像蕭東武他們就跟著做了 五營是祖天師在他們三張在蜀漢地區就建立起來的一個 一個環圍體系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爲什麼 因爲它是什麼呢 政治跟宗教 政教合一的 政教合一的 我到現在這個機制我還沒有完全的解決 但是我相信是跟政教合一的這一套體系有關係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是要請五營 大家知道 周禮裡面的五營是一個國家隱喻 是國家隱喻 是國家體制 結果到了道教裡面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王朝隱喻 所以它裡面什麼呢 有辯防軍 有辯防軍 各種辯防軍都有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法派裡面的 東武營 南武營這個營隊 而這營隊的觀念 從周禮到了蜀漢天師裡面把它說進去的 當然它不是只有說這五營 但是這裡面這五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一直在想說 道教只是一個描述的現象嗎 後來我突然提出一個模型 一個空間的parton 就是中央跟釋放的模型 我突然道教它事實上它根據了民主思維 它批出這個中央與釋放的模型 那麼這個五營的模型到了後來 早期的出官啊 那個聖宗官將他就出五營啊 明明就叫五營 到了什麼很多傳渡儀等等都還是如此 但是到了什麼後來聖宗官將體系出來 這個是室委研究得非常好 跟密教的互動關係 然後開始出現聖宗官將 當然也整編了歷來的很多的名將 這是二階堂所做的這個研究 等到聖宗官將系統出來以後呢 五營什麼呢 就被法派吸收了 當然我還是有個假設 黑可能五營很早就法派就有了 只是因為法派沒有記載 法派是有非常晚 很抱歉 我認為法派的心情非常窄 因為我是搞歷史的 在唐代的許家喜常密 他就爬道梯啊 完全是法派的作為 所以我不相信說這法派是後來 這個五營是法派後來從道教那邊直接拿過來的 我認為他的傳統感到非常古老 我目前的假設 只是很抱歉啦 這法派的資料非常缺乏 那不管如何啦 好了 就早期兩個道法都通用好了 但是到後來什麼 道教集中在冠將系統 而五營系統變成法派無尊 你看法派的那個收入你就知道 但是這為什麼 這個很重要 我在 我從長江頭 我從那個四川 我在那個四川 我做過調查 一樣有五營 西蘭也有五營 福建也有五營 唐也有五營 而這五營呢 後來居然都騙你斷供系統 那麼這種五營 為什麼台灣法派的五營這麼幸福 是不是跟移民社會的關係 因為在馬來西亞 一樣的也有五營 因為五營是什麼呢 是神到哪裡呢 他就跟到哪裡 一個神怎麼會有 怎麼出去巡禁 巡禁的時候旁邊一定要有冰漿啊 所以五營呢 就跟隨了 那麼這種的五營的拆拨 在那個所謂的法派道德隆武山以後呢 也會出現 所以五營到底是共享的 還是法派獨有的 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所謂的褻獨的機制 很多人問說 李老師你是不是研究道教久了 所以你就好像道教中心主義 我都不是 我有歷史證據的 例如說褻獨 我到越南 我發現越南漢韓文化研究所裡面 也有褻獨 完全用漢字寫的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會把這篇整理出來 它是從廣西過去 保留在梁山那一帶 而解土 褻獨的前身叫解土 解土這個記載在畫漢書裡面就有了 在王聰的解除篇裡面就提到解土 你看道教歷史多久 而且在霍漢書的記載 還是皇太子 一個地方官 很多人說 哎呀 道教做的很多都是地方的習俗 奇怪為什麼人類學者把很多的什麼呢 在這個習俗無窮的擴大 解除篇裡面就提到解土 從解土到解土 一直這樣的流傳下來 到了我們北部的正義派的所謂安隆頌府 到了南部的所謂的安隆崗爭倫 都是屬於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在道教的什麼的科學裡面保存的什麼呢 我相信超過兩千年 而這個居然什麼還傳到韓國 傳到越南 你不要以為這個道教是在中國 越南保存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這種褻瀆呢 他符合的看語術 還有龍神信仰等等的 各個地方發展出他們自己的變身的形態 因為法派可以有一種所謂的彈性 我相信我後來查了一下 在大陸各地啊 光火爭議抄本 最少最少就有一大批的褻瀆 而這個褻瀆蕭敬寧的研究呢 把它跟生態結合在一起 這個觀念 有興趣可以看看蕭教授的東西 所以我要提到一個比較虛擬 很多人說 哎呀 道教授是做那些儀式的 我絕不相信 我做一個道教學 我絕不相信 我先舉這個例子 浮臉的恐懼 這漢代出土的東西裡面有浮臉 這個所謂的地圈啊 或者是一些出土的東西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觀念 這跟什麼呢 跟陳婦 我不太贊成張勳寧 我論了 但陳婦是結合在一起的 傳委是獨立的 是什麼呢 是觀念的 異加到霍武是世代相連的 他從疾病的傳染一直到了命運的這種所謂的相連 然後我最近呢 跟運魯這個合作啊 冤家債主這個詞彙 我們敏安話唱歌 晚給你記住 這個詞彙在上經經派就出現了 在佛經翻譯的時候就出現了 所以冤家債主或者冤家債主這個觀念 你看兩千多年 所以你現在很多的經典用的語言啊 你如果追溯他的意思呢 非常古老 在這個所謂冤家債主上就討債鬼來討債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發現 在大陸客廳我們發現很多相關的 甚至可以獨立成為兩側 我第一集裡面就有兩側 是跟解冤跟解惡有關係的 當然我們就可以看到啊 像什麼像廣城的事件啊 通通都有 生前解跟十後解 就是人跟人家的這個冤 還有人跟人家的這個所謂的罪 很多人以為道教就只有做一事 道教在儒教的慈感文化系統之外 建立了一個罪感文化 而且什麼是起心動念 起心動念就存在了 我們做宗教研究的 不是只有什麼罪的象徵啊 不是只有惡的象徵 還有罪的象徵 我覺得道教要作為一個當代宗教 必須要觸及到這種心理療癒的 文化療癒的問題 這條路我最近在很多的教派裡面 講這個題目大受歡迎 因為他們發現說這個才是 欠盡於所謂的一個信仰者的心事 個人的之間的冤 團體之間的冤 民主與民主之間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冤 怎麼可能沒有冤 冤如結這是問題 所以從一個個人的心理療癒 我剛才所講的 所以患所未患 以發覺未發覺 這麼堅持的一種心性的觸及 我們一般做道教研究的太集中在歷史 我忘記了它作為一個道教的所謂的 或者所謂神學版 它有非常深刻的內在的心性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去面對 最後呢我提到一個我最常做的武溫 武溫這個傳統 從古代的人階病到天行病 也就是所謂武溫的書 這是我在大教研究 我自己還算滿意的一個 因為我很早就發現武溫主這樣的觀念 因為在台灣五五千歲 現在是很常見的 然後呢 我也發現動淹天尊的動淹後來變成一個天尊 在這種場合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要上表文給動淹公 然要請動淹天尊等等等等 而這樣的一個儀式 在江西跟福建變成了代言巡守 我最近收集那位政理文錄的時候 發現這些我預告一下 11月份我那個展覽會出來 那些船最後一站是到哪裡 到洛陽 為什麼會到洛陽 到洛陽就是回到京都嘛 可見當時 宋代以來他們已經把這樣的傳統 認為說是什麼要送回到洛陽去 換句話說是什麼呢 那些都是所謂的千歲野 王野 這個觀念不是只有福建才有 不是只有什麼台灣跟馬來西亞 那麼我覺得從帶天行役到帶天巡守 我覺得這裡觸及到這個辱道之間的這種的競爭 然後在很多的區域出現了這樣的一種現象 特別是到了大航海時代 廣東福建台灣浙江都有變貴的西方的船把溫力帶進來的這樣的一種噩夢 所以就開始把船送到外洋 送到外洋 已經不送回洛陽了 送到外洋 因為那是什麼呢 洋人帶進來的傳染病 所以這有現實意義的 有科學意義的 我覺得這個儀式能夠存在 我在我跟人研發 我們去馬六甲 或是蘇綿達拉等地都有啊 這是一個消除心理 心理療癒的一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什麼呢 我們在田裡面可以看到 換句話說 我要認證的是 道教經典跟歷史文獻跟田的吊草 完全可以結合在一起的 而且如果你沒有田的吊草的經驗 你會覺得那好像是遙遠的記憶 事實上當中存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參與這個儀式 研發現在跑得比我更廣 很多地方都同樣存在這個儀式 而我們以為這個儀式 只是一個什麼 好像跟表面的表演一樣 在SARS期間我在西港 在整個台江內行 我可以看得到 當溫意重新來雨的時候 那種的所謂解溫的那種需求 所以它不是歷史上的一個什麼考數的一個什麼事件 而是一個當代的事件 而且它不是科學不科學的問題 而是集體的心理療癒問題 我覺得這些研究都有在這個團隊 在大陸各地區重新調查以後 不管是從歷史來做解釋 乃至於把它當代化現代化成為一個現代的心理療癒機制 拜託不要什麼東西用科學來解釋 這個問題一樣可以現代化成為一個很當代的一個心理療癒的事實 最後呢我提到 天雷調查是個紛緩豐富的現象 任何一個現象的背後 它有很多的歷史的意義 也很多的所謂的subscribing 很多的這種經驗 只有廣泛調查才能夠重建近代的 就是市委他們正在做的 從明清一直到近代的 當代的這樣一個歷史事實 第二個 脫離地質之後 這個揮發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去注意這一個中間的變化 我們對於未來的燃圖 以今而知未來 這個是一個可以預設的方向 我們也面對了全球化的一個時代 那麼道教作為一個民主宗教跟生活宗教 它是不是已經停滯了 還是容然具有那種文化的活力 如果它具有文化的活力 證明這個民主宗教可以持續的存在 最後 我再由這樣的檢討來預祝 市委跟政員這一個 跨領域的調查能夠成功 我覺得你們做的這個工作 是在為歷史留下一個紀錄 這個時代的變化 如果沒有紀錄 有一天我們會非常遺憾 而你們的紀錄往前會追溯到 前面的100年到200年這個階段 我覺得我們那個世代做的是一個很不成熟的開拓的階段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一個進行中的歷史 有待新世代來接棒 我認為學術是一個跟道教一樣的 它是有脈 有道脈同樣的有學脈 所以我很高興做一個退休職 看到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中狀態 能夠把這個棒接下來 而且氣土更大 藍圖更加的雄文 預祝你們的調查計畫能夠成功 謝謝